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看来也只是虚假新闻一则啦 有报道指引 游启几个月前刚好与内地女友分手 红鼠单身的邓子齐就不时去超联家聊天留宿 顺道跟游启多见面 更不时做甜点讨好对方 当然作为好友的超联都很乐意撮合他们啦 在这暗交的两个月当中 经常要在地球与太空往返的邓子齐 搜秘密争取时间见游启 如两姐弟上个月在美国替妈妈领奖时 在纽约的忙完时装周的邓子齐 也立刻去会合他们 早阵子他们更一同出席在北京的慈善活动 尤其更将他们的合照上传到微博 不过邓子齐对此事的回应是 假的 不太熟 并在社交网站上举逼 暗示恋情并非属实 孙虎视频娱乐播报的香港报道 赌王儿女爱明星 赌王何鸿森的爱儿爱女们都酷爱与明星交往 这真的是缘分 好像何超鱼女陈山聪 何超连与吴克群 何游君与新加坡女子组合白兔的Yumi 这天就传来超连的弟弟尤其与好友太空俱飞邓子齐暗交两个月 自邓子齐与林佑佳分手后鲜有碑闻 就只有香港歌手彭允千一个 不过看来也只是虚假新闻一则啦 有报道指引 尤其几个月前刚好与内地女友分手 红鼠单身的邓子齐就不时去超连家聊天留宿 顺道跟尤其多见面 更不时做甜点讨好对方 当然作为好友的超连都很乐意撒合他们啦 在这暗交的两个月当中 经常要在地球与太空往返的邓子齐 搜秘密争取时间线尤其 如两姐弟上个月在美国替妈妈领奖时 在纽约的忙完时装周的邓子齐 也立刻去会合他们 早阵子他们更一同出席在北京的慈善活动 邓齐更将他们的合照上传到微博 不过邓子齐对此事的回应是 假的不太熟 并在社交网站上举B 暗示恋情并非属实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的香港报道